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六十一集 当二杰跑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那些蛇瞬间全部退避 只有一只退避不及 直接就被黄皮子咬住脖子 嘎巴嘎巴咀嚼了起来 几下之后吐在地上 这蛇尾巴扭动了起来 我知道,这蛇已经死了 二杰递给我一根绳子 递给虎子一根绳子 我们三个牵着三只黄皮子 慢慢往通道口走 这些蛇紧紧跟随 但是有黄皮子在 这些蛇不敢靠近 但凡走近三米以内 黄皮子就会扑上去 吓退这些黑丝蛇 说心里话 这些黑丝蛇要是一拥而上 这三只黄皮子是忙不过来的 但是这些蛇似乎并没有勇气这么做 这就像是猴子再多 也无法鼓起勇气冲向老虎 这是一个道理 我们到了通道口的时候 通道口堵着的蛇爬开了 我们三个进去通道之后 这些蛇并没有跟来 而是违向龙四海和胡俊杰他们 龙四海打算用生石灰洒出一条道路来 但是离着通道五米的时候 生石灰洒出一条道路来 我和胡子看着龙四海 龙四海也看着我们 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救他 而是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一咬牙说 胡子 我去救人 胡子点点头 牵着黄皮子回来了 我俩往里面走 那些蛇再次把我们围住 这时候 这些蛇似乎胆子大了很多 频频往前闯 试探黄皮子的攻击力 我和胡子快速到了龙四海两旁 把龙四海夹在中间给救了出来 到了通道里之后 二姐说 朕朕没死 快撤 胡俊杰这时候大喊道 朕元 胡子 请我收紧 你们要什么只管书 别把我扔在这里啊 求求你们了 我看着胡俊杰那边 此时地上的火还在烧着 但是 能烧多久呢 十分钟还是五分钟 要是这火熄灭了 就是他们三个的死期 这些蛇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插翅难飞 胡俊杰大声喊道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钱你开口 我不能死啊 我还有大好的前程 我刚当上胡将军 我这么死了 我妈妈怎么办 对了朕元 你不是喜欢我妹妹吗 只要你救我出去 回去我就带着胡仙杰 去跟你一起登记结婚 我妹妹你没见过 但是我见过 我向你保证 我妹妹特别的漂亮 说她是仙女下凡的不为过 她可是京城的第二美女啊 别说这些 我不是好色之徒 我更不喜欢你妹妹 胡俊杰这时候 突然一把拉住身边的白溪说 你是怪罪 我抢了你的未婚妻是吗 只要你救我出去 我保证不再和白溪 有任何的关系 她今后就是你的人了 我还会送上大礼 祝你们百牛好和 陈渊 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知道错了 说着 她突然就跪在地上 看着我说 陈渊 求求你 救我一命 我会报答你的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白溪这时候直接傻眼了 在旁边看着胡俊杰说 俊杰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把我送人 你住嘴 你本来就是陈渊的未婚妻 你们是有婚约的 我多人所爱 干了一件荒唐事 现在我知道错了 我迷途知返不行吗 胡俊杰跪在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看着我说 陈渊 我知道错了 那大人有大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几乎我们就是朋友了 求求你 救我出去 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白溪这时候 看着跪倒在地上的胡俊杰 她失望的哭了 胡俊杰 我真想不到 你是这种人 我看错你了 你给我住嘴 我是哪种人 难道我抢了陈兄的未婚妻 就是好人了吗 白溪 到处我是瞎了眼 被你的美色给蒙蔽了心智 我现在如蹄虎灌顶 毛缩凳开 白爷爷在一旁叹口气说 夫妻本是同龄娘 大难临头各自飞也 你们之间的关系 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 白溪 看开一些吧 白老头 我和白溪可不是什么夫妻 陈兄和白溪才是夫妻吧 陈兄 以前都是小弟的部队 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 我在这里和你保证 我连白溪的嘴都没有亲过 更别说别的了 我和你一样不是个好色之徒 我更不是随便的男人 我们都是正人君子 君子之间不是应该 行行相惜的吗 小弟把白溪小姐完毕归罩了 她还是你的卫红妻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啊 不信你们白溪小姐 手都没摸过几下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那胡俊杰和白溪怎么样 和我们有一分钱关系 这人为了活命 还真是丑态百出啊 不过想想也是 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呢 胡俊杰实在是不知道和我说什么好了 眼看着地上的火苗越来越低 他已经是急得语无伦次 胡俊杰大声喊 真元 看在我欠你钱的份上 救我 二姐儿此时哼了一声说 这人 伪君子啊 他这一跪 可就真的做下仇了 一旦救了他 他会记恨你一辈子的 二大爷 这次不就于心不安啊 龙四海小声说 是啊 眼看着三条命啊 别急 看看这胡俊杰还能说得上 看来这货已经吓得快拉裤子 胡俊杰开始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说 陈元 胡子 求求你们 给我一次机会吧 只要这次我能够活得出去 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今后在四九城 你们都是真正的爷 陈元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我有的侍钱都给你 我的钱全部都给你 救救你 把我带出去吧 火焰看着就要熄灭了 再不动手救人可就来不及了 而我这时候看着白希说 白小姐 你怎么不说话 白希看着我呵呵笑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想救你就救呗 不想救我也没啥好说的 我是不会求你 我一笑 心说这女的还有些骨气 倒是比胡俊杰这个大男人还要强 不过 要是几句求救就能挽回你的命 不值得你第三下四一回吗 我大声对胡俊杰说 胡将军 你说那么多毫无意义 还有 你这跪下又哭又叫的干啥呀 这都是多余的 你觉得我和虎子 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 我们能救龙四海 自然就会救你们 那就快点啊 这不是一直在听你大喊大叫的吗 你要是说完了 我们就去救你们了 我说完了 陈元 我求求你 快来救我们 我知道 不能耽误了 和虎子一个眼色 我俩牵着黄皮子 直接冲了进去 到了他们进前的时候 这火刚好熄灭 我和虎子 把他们三个夹在中间 有惊无险地带了出来 进了通道之后 回头再看这些黑丝蛇 竟然纷纷纷纯后撤 最后都爬进那个巨大的棺谷当中 胡俊杰这时候擦了把冷汗 看着我说 陈元 我说我说我 要是我不求你 不做那么多的承诺 你真的会冒死救我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我会看着你们死 难道你不会吗 我知道 和这种人解释 就是多余的 贼看谁都像贼 典型地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胡俊杰此时看着我哈哈笑了 你放心 我承诺的都会做到 此时的白希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和白爷也先离开了 他们祖孙俩 快速朝着洞外走去 很快 在这个黑暗的通道里 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龙四海说 此时外面起了大雾 他们出不去呢 先走了以后 面的尴尬 陈元 白希不错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我看着他一笑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你什么就交给我了呀 这白希本来就不是谁的 他是个有户口本的人 和这种人讲道理就是多余的 他还说什么就说什么 胡俊杰带来的人都死在了这里 尸体就躺在他棺果周围 胡将军 你的人倒在里面 你还打算收尸吗 这里收尸的风险太大了 这仙人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音血 就让他们在这里吧 虎子 远远看着那个装着黄金酒壶的袋子说 龙四海 那壶酒能拿出来吗 龙四海说道 我是不会去拿的 这三千黑色蛇可不是好惹的 这次能出来完全靠运气 下次可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知道 这次可不是靠什么运气 完全是靠着二姐儿牵来的三只黄大仙 我们才得以脱险 我回头去找二姐儿的时候 看到他打着手电筒 已经朝着外面走了 我后退一步说 朱伟 我们撤吧 胡俊杰哼了一声 下次再来 我带着火焰喷射器 我必须拿到这里的名气 这里面的东西价值临城 放在这里太可惜了 拿出去能有大用处 卖了钱 捐给国家搞四个现代化 总好过在这里闲置吧 我看着胡俊杰乐了 你们家那么多钱 你捐了多少 虎子不屑的一哼 这次有没有命出去还量说呢 就先别想下次了 我们转过身往外走 走了几步之后 我不经意的回头看看这里面 这一看不要紧 竟然发现那些死了的人 这时候都跪了起来 我一把拉住虎子 虎子回过头一看小声说 卧槽 我二把没骗人 这尸体真的会动啊 胡俊杰和龙四海也转过身来 我们几个再次走了回来 站在通道口看着里面 这些刚刚死去的尸体 他们此时都静静地跪在地上 逼着头朝着那棺材的方向 老陈 是不是还没死啊 龙四海凑过来小声说道 被黑丝蛇咬了的人 成不过一分钟呢 这些人都被数十条黑丝蛇咬了 比俗一样 我一只手 拖着另一条胳膊的肘 另一只手捏着下巴 我看着这些尸体小声说 看来二姐二没撒谎 这里确实 对尸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这些尸体看起来也不是乍尸 就是一门心思想跪外这关锅 龙四海 你说这里面会葬礼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龙四海没有回答 其实我也没指望龙四海能给我回答 我们没有离开这里 刚才出去的二姐和白爷等人又回来了 他们不是自愿回来的 而是被外面的大物给逼回来的 他们回来的同时 大雾也涌了进来 这大雾来势汹汹 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按道理说 这地宫可是个封闭的空间 没有空气流通 这大雾又怎么会这么快涌进来呢 我们不敢走进这地宫 就在通道口聚集在一起 不过这时候 白希再也不看胡俊杰一眼 看来是胡俊杰把他的心伤透了 胡俊杰不以为然 也许胡俊杰看来 你白希再优秀 无非就是个女人而已 这天下女人千千万 扭算个屁啊 像胡俊杰这种男人 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少女人的 第六十二集 大雾涌入到地宫之后 竟然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一样 直接涌向那幅棺谷 到了棺谷进前 一股脑的就往里面钻 这棺谷就像是一张大嘴一样 不停地把雾气吸进去 愣是把大雾拉成丝撞 老陈 不太对啊 这棺谷里面有什么动向 这是传说中的吞云吐翁啊 我回头看着二姐 发现二姐又跪在地上祷告起来 他把脸贴在地上 嘴里念念有词 根本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 龙四海在我身边小声说 长远 你怎么看 这棺谷里面有风道 雾气是被吸进去的 看来这炼丹房在地下 这大雾中还是一如既往的 有着水果的气味 闻了之后 顿时就忘记所有的烦恼 让我的大脑冷惊下来 清醒了很多 也能更加专注地面对眼前的形势了 但是我发现 并不是都和我这样 我看胡俊杰 似乎比刚才更加兴奋了 他此时意气风发 指着那棺谷大声说 你给我等着 你爷爷再次来的时候 就是你们完蛋的时候 他说下次来的时候 带着火焰喷射器 其实不需要什么火焰喷射器 只要穿上一身防蛇药的衣服 带上足够的火油 一根火柴就能把这棺谷烧成灰 这一次 我们输就输在 没有准备 那三只黄皮子 此时都趴在地上 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胡俊杰对这三只黄皮子 有了兴趣还笑着说 老人家 这黄大仙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二姐根本不理他 只是睁开眼睛看看的 然后又闭上眼 继续靠着墙去睡了 其实这哪里又睡得着啊 阴冷潮湿 在这里睡一晚 人是要落下毛病 但是不睡觉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只能坐在地上 互相靠着 闲扯探 白爷爷 老奸俱华 胡俊杰那么对白皙 他似乎不以为然 继续和胡俊杰保持着 很好的关系 但是 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之间一定产生了 无法弥补的隔阂 白爷爷只不过 不会和小孩子一样 喜行于色而已 胡俊杰其实也是心知肚明 他把白家给彻底得罪了 不过胡家在四九城家大业大 也不在乎得罪一个白家 白家和胡家要是搞不好关系 受到更大损失的一定是白家 说白了 白家的生意还是需要胡家照顾 胡家一年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 总有一些需要流入市场 那么就需要有人代理这些生意 白家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次以后 这胡家的生意还会给白家做吗 胡俊杰突然站了起来 说 我要下山 有和我一起下山的吗 龙四海说道 我先出去看看 这物小了一些没有 外面好像下雨了 下雨就更不要下去了 陆华 要是从帮椎山摔下去 粉身碎骨 龙四海去了通道外面看看 十几分钟之后 他快步走回来说 雾倒是散了 不过鱼不小啊 我四叔在我们住地的门口屋檐下 点了一堆火 应该是给我们指路的 陈远 我们要不要下去啊 小鹿被草掩埋了 这草上沾了雨水 非常滑 一不小心就能摔下去 这棒锤山直上直下的 摔下去一落到底 就算是铁打的也摔碎了 我没有绳子 可以把大家拴成一串 这样就没问题了 二姐听了之后 脚也不睡了 哼了一声 此无主意 岂不是一个也跑不掉了吗 要是碰人的掐死人的怪兽 就麻烦大了 岂不是要一起摔死 胡俊杰这时候 把身后的猎枪拽了出来 举着说 我们有枪 难道还怕一个只敢在大雾里出来 害人的怪物吗 陈远 胡子 你俩的胆子呢 我和胡子互相看看 没说话 但我心里在笑话胡俊杰 刚才吓得都跪下来了 你就差点尿裤子了 现在你来办事了 估计胡子也在笑话他 只是我和胡子心照不宣罢了 白爷爷此时叹了口气 我们还是在这里委屈一晚上吧 停一停就熬过去了 白希此时冷地抱紧了自己 坐在一旁哆嗦着 我倒是很想把衣服给他穿 不过我们身上除了雨衣 也没有多余的衣服 只好硬装好汉 把衣服给白希穿 我自己可就要冻出毛病来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最怕的就是生病 最关键的是 要是白希在这里发烧了 我和胡子还能背他下去 要是我发烧了 估计胡子背着我又得些费劲 雨衣那东西 又重又潮 穿在身上冰凉 那不是能保暖的材料 这可如何是好 我看着白希实在可怜 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要是能点一堆火就好了 白希看看我 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了 不过我感觉得到 他目光看起来温柔了很多 不像是以前那么讨厌我了 要是以前一定会摆我一眼 指责我说的都是废话 现在这个情况下 也只能互相依靠取暖了 白希啊 你要是愿意可以来我和胡子中间 暖和些 此时的白希 已经冷得浑身抖得跟筛糠一般 再这样下去 恐怕真要生病了 过去吧 这时候 就别管那么多繁文乳节了 白爷爷说道 白希没过来 我过去到了他身前 背对着他 坐在他身前 他迟疑了一下之后 还是趴在我的后背上 然后 虎子过来 趴在他的身上 这样 我俩大男人 把他瘦小的身体夹在中间 很快 他身体不抖了 白爷爷给了他一些食物 他趴在我后背上吃了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古俊杰在一旁看着我们说 女人就是这样 这才一眨眼的功夫 我知道 胡俊杰的意思 他的意思很简单 是在说女人善变 刚才 还和他胡俊杰 你浓我浓 现在就趴在我身上 说心里话 胡俊杰想的实在是龌龊 现在白希最需要的 不是男人 是温度 我和虎子 没有半点占姑娘便宜的意思 我们最怕的是他病在这里 这要是发烧一晚上 出人命都有可能的 胡俊杰这种人 搭理他都是多余的 直接无视他就是了 龙四海凑了鼓来 伸手默默白皙的脑门说 还好 没有发烧 不然就麻烦了 胡俊杰这时候 从背包里拿出一块肉来 一边吃一边说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下山 我们就在这里凑合一宿算了 明早下山 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 凑合了一宿 这样的环境下 哪里还睡得着啊 最多就是闭着眼睛 眯上一会儿 这白希倒是安安稳稳地 睡了一晚上 我这一晚上一直在心里默念 让自己要学会忍受 一晚上没睡觉 一晚上没说话 一晚上没有动 就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 就这样做了一晚上 只要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我就会深呼吸一口 这带着水果味的雾气 顿时心情就能好很多 我越来越觉得 这雾气里果的气味 是天地灵气 白希醒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她的身体动了动 然后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我扭头看着她 往前挪了挪 她从我和虎子之间出来 然后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头发 擦了擦嘴上的哈喇子 虎子这时候揉揉眼睛说 天亮了吧 走算是天亮了 说着 看了看电子表 这都六点多了 天肯定亮了 胡俊杰这时候从一旁站起来 这鬼地方 我一秒钟都带不下去了 我先走了 二姐这时候坐着伸出手来 然后用鼻子闻了闻周围的空气 天晴了 今天一天都会是大晴天 我们顺着通道里的台阶一直想上出来 到了洞口 果然看到 蓝天白云 刚好这时候太阳从东面的山上升了起来 阳光最先照在傍锤山上 傍锤山顿时被阳光照红了 很快 阳光就照亮了整个黑龙谷 整个黑龙谷都被照得红了起来 二姐说 走吧 下去吧 回去喝点蘑菇汤 好好睡一觉 不然是要生病的 我们顺利下了傍锤山 到了山脚的时候 快中午了 我对胡子说 胡子 我们两个去打猎 看来今天我们俩是不能休息了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帮龙哥挖通道 要是顺利的话 明天就能挖通了 龙四海说 没错 顺利的话 明天傍晚能挖通 陈元 胡子 食物就只能靠你们了 胡俊杰曾是已经走出去很远 他体能很好 身手敏捷 比大家走得都快 我们现在看着他 已经走上了街道 头也不回的快速朝着筑地走去 白溪 他们向南 我和胡子向东而去 很快 我们就穿过那片林子 上了山坡 很顺利的 我们俩又打到了两只袍子 我俩扛着袍子往回走 出了林子的时候 时间还早 胡子把袍子扔在地上 坐在了一旁的石头上 对我招手说 哎 老陈 来 坐一下 歇会儿 我砰的一声 把肩上的袍子扔到地上 挨着胡子坐了下来 老陈 胡俊杰这人实在是太坏了 你说 我们要是不救他不行吗 我听了之后一笑说 胡子 你是说 任凭了三千黑丝蛇 咬死他们 胡子 点了点头 不行吗 我咬了咬头 恐怕不行 白爷和白溪会给他们陪葬 白姐没一个好人 死就死了 那龙四海嘛 龙四海那人可是不错 我们只救龙四海不行吗 那么龙四海就知道了 我们见死不救 这会是我们一辈子的包袱 胡子这时候把身体转过来 小声说 假如我们都不救呢 我们两个出来之后 谁也不管 不行吗 那我们很有可能会死得很惨 我们下山之后 没办法和入地龙交代 他们都死了 就我们爷三二活了下来 入地龙会怎么想这件事呢 搞不好 就会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人 把我们乱枪打死 胡子呼出一口气来 点点头 是啊 别人死了倒是没什么 龙四海死了 陆地龙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这情景 也忒想我们把其他人都给干掉了 胡子 见死不救的事情 还是不要想了 即便是我们再恨胡俊杰 也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混蛋 无法心安 胡子点点头 恩了一声 没有继续再说什么 我们在这里 也没急着往回走 一直到太阳都快落山的时候 我们才动身 所以回到住地的时候 天已经黑透了 第六十三集 胡子把他扛着的袍子扔在地上 胡俊杰给打了白条 而我则扛着肩上的袍子 回了我们的二层小楼 到楼下的时候 我看到白熙在门旁站着呢 他看到我之后 脸红了一下 但是没有说话 其实我知道 他在这里的目的 他不想再和胡俊杰有任何的接触了 胡子最后就到了 一边走一边喊 二爸开门 二姐儿下楼开了门 胡子先进去了 我到了门口后停下来 小声说 白熙 你要是愿意 可以上来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 白熙恩了一声说 嗯 谢谢你春元 以前 以前的事情就别提了 饿了吧 说完我就进门 白熙跟着进来 我转身插上门 然后扛着袍子登登登 先上楼了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回过头朝着白熙大声说 来啊 哎 好 好的 白熙 应了一声 到了上面 我把袍子扔在地上 虎子和二姐儿顿时凑过来 开始分割这袍子 开始分割这袍子 白熙此时走了上来 到了之后 挨着我坐在地上 靠着墙 一句话不说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心事重重 我们三个把袍子肉分割好了之后 用盐抹了一遍 然后把肉挂了起来 这边二姐儿已经在煮蘑菇蔬菜汤了 肉已经烤好了 在火堆旁轰着呢 蔬菜汤还在煮着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吃烤肉了 我拿了一块递给白熙 她接过去之后 看了看我 把头低下 红着脸说 谢谢 吃吧 我会叫火石费的 二姐儿在一旁哈哈笑着说 火石费回去时候再说 有没有命回去还不一定呢 吃了肉 喝了汤 浑身都觉得暖融融的 昨晚上可是没睡觉 吃完了之后 顿时就睁不开眼了 往后一倒就睡着了 这时候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管了 睡觉之前 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觉睡醒了的时候 浑身都觉得轻松 看看表 已经上午九点了 我扭头看看 白熙倒在我身边 他身上盖着毯子 睡得脸红扑扑的 我看得出神的时候 二姐儿在对面说 是不是很好看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有点不像话了 不好意思地看着二姐儿一笑 挠挠头说 二大爷 您什么时候醒的 二姐儿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了句 英雄难过 美人关闹 我这时候 又想起我祖父陈俊如来 他说过 色是刮骨钢刀 在他看来 美色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是最大的考验和羁绊 一个好色的男人 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 在他看来 挣钱才是世界上 一等大事 没有质疑 二姐儿 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饭 我把虎子叫醒 一起吃完之后 就去帮吹山下 去帮入地龙他们了 那边 正确人手 尤其是通道里面 入地龙不让胡俊杰的人进去 倒是我和虎子可以自由出路 我和虎子进去的时候 用布子量了一下 已经挖了大概有四十来米了 越是往里面 土石越是干一些 倒是好挖了很多 我和虎子走到通道的尽头之后 我蹲在里面问道 龙哥 今天能打通吗 顺利的话 今天傍晚就能打通了 我恩了一声 然后帮忙往后面搬石头 把石头搬到后面 龙死海过来 就直接能装车了 这样干活不窝工 就这样 一直忙活到中午 我和虎子就在他通道里面随便舀了块肉 然后继续帮工 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龙文文突然停手了 还转过头来看着我们说 通了 最多还有一米 我和虎子都往前凑了凑 我说 挖呀 龙文文此时已经喊刘家辈 浑身都湿透了 他拿起水壶 仰着脖子灌了个水宝之后 小铲子抡了起来 就像是切豆腐一样 将土石给切下来 我和胖子 用铁铲子往后扒了 龙死海在我们后面装车 而入地龙则目不转 惊得盯着前面 还说 通了 我闻到地宫的气息了 龙哥 这可不是地宫 这是黄宫来的 埋在地下就变成地宫了 入地龙 喃喃道 里面有死人的气息 我好奇地问道 龙哥 死人的气息您能闻得出来 这行干久了 你也能闻得出来 就是这时候 龙闻闻一铲子挖通了 顿时 前面一股风就涌了出来 我也闻到了那种死人的气味 难以形容的一种气味 就像是杀猪的时候 猪下水那种气味 很难闻 我一伸手捂住鼻子 这股风吹过去之后 也就停了 龙闻闻把洞口逐渐扩大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这洞 就挖通了 入地龙说 虎子 陈远 去搬一些木棍进来 我和虎子出去搬了木棍和枝条进来 帮着入地龙编织了这最后一段 入地龙把灯泡从旁边摘下来 拎着灯泡往前走了一段 刚进去 又退回来了 紧接着 一团雾气从里面涌出来 直接就漫过了入地龙 入地龙大喊道 快撤 撤出去 我们五个人沿着通道跑了出来 到了外面的时候 天气上早 太阳偏西 还没有落山 阳光照在我们脸上 暖融融的 胡俊杰凑了过来 问道 怎么样 痛了 但是里面有大雾 还不能进 怎么会有大雾的 入地龙 咬了咬头 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我这时候 慢慢地抬起头来 看向傍炊山 是不是这无龙殿 是和仙人洞连着的呀 大雾是不是从上面灌下来的 这无龙殿埋在地下 若是没有通气口 这大雾下不来 那就是还有气口 不然这大雾进不去 天色已晚 今天我们进不去了 我们今晚做好准备 明天一早 我们进着无龙殿 胡俊杰派了两个人守在这里 然后 他在通道口走了几个来回之后 没赶进去 转身回来了 他到了我身边后说 陈远 里面什么情况 里面雾气太大 没敢看就退出来了 要看 就等雾气散了才行 估计明早起风的话 很快就能吹散了 那就等明天吧 这种事急不来 我看得出来 其实最着急的人就是他了 他想兼功立业 树立权威 尤其是这次出来 死了这么多人 要是什么都带不回去 估计他这个胡将军的头衔 也待不了多久了吧 我们回到大厅之后 有人建议制作汽油瓶 但是汽油瓶实在是不多了 明天进去这乌龙殿之后 发电机就要开始运动起来 我们进去多久 就要转动多久 所以汽油在这时候 是非常珍贵的 就算是这样 还是做了两个汽油瓶 用得着的时候可以救命 天黑下来的时候 我和虎子已经吃完了饭 在后面实在是坐不住了 就下来去前面看看 前面的人也都睡不着 在一起讨论着明天进去之后 可能遇到的情况 白爷爷一直跟在胡俊杰身边 和胡俊杰交流的 也是比较和谐 我不得不佩服白爷爷的素养 他还真的能做到喜怒不惊于色 我还真的不信 他对这胡俊杰一点意见都没有 此时 外面又起了屋 不过胡俊杰让人在通道口 点了一堆火 有两个人还是在那里 招着呢 今晚千万不要下雨啊 我知道胡子的意思 这要是下雨了 那么这洞口可就守不住了 人要是离开那里 我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这大厅里 看着远处朦朦胧胧的火堆 不知道怎么的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到了胡俊杰身边 对他说 还是让那两个兄弟回来吧 回来谁看守通道口 这黑龙谷里一定有其他的人 我们必须守着通道口才行 我突然就觉得一阵冷风吹了过来 我往后退了两步 难难道 怎么觉得要出事啊 我这话音刚落 就听到远处传来女人呵呵的笑声 女人的笑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就像是几十个女人在笑 在通道口那边 枪声响了 这枪声不断 何一阵子就是一枪 而且枪声离住我们越来越近 很快 我看到朦朦胧胧两个黑影 朝着大厅跑过来 进来才看清楚 正是那两个 看守通道口的兄弟 看到他们能活着回来 我倒是松了口气 这两个兄弟 脸都下白了 其中一个大声说 有鬼 吴俊杰下去 又揣了他屁股一脚 怕是 终身弄鬼而已 老子 我实在是怕了 我承认 我松 我孙子 虎子此时 在旁边阴阳拐气地说 胡家女 枪就在你身上了 你出去把这些女人杀个干干净净 让我们也见识一下 你胡将军的神威 胡子 我看你是和你们了吧 咱们哪里都有你啊 我教习下属和你有关系吗 胡子不屑地一笑 没有说什么 这些女人的小声朝着我们这边过来 之后又是在大屋里面形成一个善想 把大厅的大门给包围了起来 小声不断 有时候偶尔来一句高亢的声音 就像是一个孩子在喊妈妈一样 接着不仅是喊妈的声音 还是有惨 笑声 嘶吼声 各种声音 不绝于耳 但是里面 还一直夹杂着那种呵呵的笑声 场面极其诡异 大家都端着枪 对着了大门口 准备好了决一死战 但是偏偏只闻其声 不见其行 一直就这么喊叫 就像是随时都会冲出来 一批人对我们举起屠刀 但是 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才是最煎熬的 就这么一只叫了 笑了有四十分钟之后 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我们不敢大意 一点点摸索的大门口 朝着棒水山的方向看过去 那边的火堆已经熄灭 胡俊杰说 今天应该到此为止了吧 正说着 突然传来咔嚓咔嚓的脚步声 脚步声非常的杂乱 就像是有千军万马一样 我们快送后撤 紧接着 一只铁甲骑兵 直接就到了大门口 咔嚓咔嚓就骑着马过去 骑兵大概有五十多人忙 接着就是拿着长矛的铁甲步兵 从大门口排着队跑过去 这下 把我们都搞懵了 胡俊杰用手挠挠头说 他老子 这是活剑老子 虎子 胆子很大 他这时候打着手电筒先出去了 我紧随其后 到了大街上之后 我看到地上撒了很多铜钱 蹲下不动的地方就能捡到十几个 我难难道 还真的是活剑鬼了 第六十四季 我和胡子捡了不少铜钱 捡钱这种事会上瘾的 蹲在地上低着头一边捡一边往前走 胡子还是一边捡钱 一边用线绳穿起来 我捡到的也会给他 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穿钱的动作 捡了有一百多个的手 我和胡子回来了 此时 大家都不说话 而是呆呆地看着大街上 有的坐着 有的站着 有的靠着门框在擦枪 大家都心事重重 我觉得所有人都有一种前途未捕的忧虑 只是所有人都不说出来罢了 这时候 已经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说追上那些铁甲兵去看看了 我数了数 胡俊杰带来的人已经有七八人了 还包括一个伤员 这次胡俊杰要是不带点什么回去 那就亏大了 估计今后他在胡家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这个家主能不能当得下去 和这次行动是有主要关系的 所以胡俊杰是绝对不会退缩的 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这些铁甲兵寻谷回来了 再次路过这里 金戈铁马的如同钢铁洪流 从门前浩浩荡荡 就这么过去了 这种气势 把我们都震住了 我和虎子说 走吧 虎子 恩了一声 我俩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回到了我们的小二楼上 上来的时候 二甲和白溪在熟睡 我和虎子悄悄咪咪的坐下 给火队里添了些柴之后 靠在墙上互相看看 我压低声音说 虎子 天亮或进乌龙殿的时候 不要打头针 虎子说 老陈 我怎么就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呢 要不干脆我们就不进去算了 就在外面等着他们 我呵呵一笑摇了摇头 胡俊杰才不会让我们在外面呢 他怕我们把通道给弄塌了 我俩正聊着呢 前面突然一阵骚乱 我一听就知道出事了 直接跳了起来 二甲和白溪也被这骚乱声惊醒了 二甲醒了没有动 而是侧耳倾听 他说 我慌 再听听 前面怎么了 我们刚回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要去看看 我爷爷还在前面呢 白溪说着就要爬起来 急什么 稳住 听听再说 二甲说得很有道理 要是前面出大事了 我们去了也是白天菜 要是没出什么大事 又何必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呢 这黑龙谷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前面惊呼了一阵子 又响起了枪声 连续的几声枪响之后 枪声停了 前面也安静了下来 没等我们过去 龙四海先过来了 在下面喊 陈元 胡子 下来一下 白溪把头从窗户伸出去喊道 前面怎么了 龙四海大声说 那个尸体回来了 成了个血葫芦 不过被我们制服了 一听有血葫芦 我寒毛都竖起来了 在沙河里 我就是因为这东西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现在一听血葫芦 我就有一种心犹余悸的感觉 白溪说 都没事吧 没事 放心吧 血葫芦被我们捆下来了 龙四海说 你们要不要过来看看 我到了窗户前面说道 大家就过去 龙四海仰着脖子大声说 好的 龙四海说完 转身先回去了 我们把窗户重新封好 回来后 我对二姐儿说 二大爷 有血葫芦 我点点头和虎子使了个眼色 我俩朝着楼梯口走去 白溪起来说 等等 我也去看看 二姐儿说道 你就别去了 血葫芦有啥好看的 你现在最好不要在胡俊杰面前露面 胡俊杰这个人呢 报复心很强的 二宝 你的意思是 胡俊杰报复我们 他有啥好报复的 这 不要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父 胡俊杰心里有怨念 这不定什么时候就起了杀心 白溪就不要去刺激他了 大家能安全出谷最重要 这个地方 是法外之地 四个人跟死者袍子没有区别 白溪点点头 看着我说 那我就不下去了 你们小心点 我和虎子下楼的时候 虎子开玩笑说 白溪似乎对我有点意思 我没说话 心说 这貌似有点不可能 经过了那件事之后 心里难免有了隔阂 最关键的是 我和白溪的婚约 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 也可以说 是白景秋那位白爷爷的一个阴谋 我总觉得白爷爷和白溪的母亲 佟阿姨安排那件事 是另有深意的 现在想起来 难道是想挑起我和胡家的仇怨吗 但是 这对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想不通的事情 就先不想了 这京城的水实在是太深 指不定谁和谁就有恩怨 岂是我这些外人能分清楚的 到了前面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那具尸体被绑在大厅的柱子上 这尸体刚出来的时候 身体里有大量的水分 现在水分流失了不少 身体干瘪了下来 但是此时更难看了 皮肤上都是褶皱 就像是沙皮狗一样 他胸前被打了两枪 有胆孔 但是没有流血 只是流出来一些褐色的液体 发着腥臭的气味 此时他低着头 一动不动 我看到在他头顶 插着一根七寸关钉 这应该是龙家人的手臂 再看一旁龙闻闻 他卷起袖子 掐着腰站在旁边 打亮着这血葫芦 他说 这东西突然就闯进来了 进来之后 直接朝着我们就冲过来 你们也许不知道 血葫芦的厉害 力气极大 速度也很快 要不是我手极眼快 恐怕叫出大事了 我一听就知道 这血葫芦是龙闻闻之福的 龙四海说 是啊 多亏了小妹了 这东西 枪打是不管用的 我知道对他有几样东西 是管用的 黑狗血 主伤 西村钉 都挺好用的 我恩了一声 嗯 还有一样 童子尿也管用 龙四海和和一笑 童子尿是好用 不过呀 要新鲜的才行 你不能去哪里都带个小童子吧 到关键时候 这小童子没尿就麻烦了 这指望不上了 龙四海 好对付 胡将军 好对付 是因为这儿只有一只 要是有三五只一起来的话 恐怕不好对付啊 诸位 二前二说过 这东西 有就不是一只 这乌龙殿里面 会不会大量的有血葫芦 也说不定 老陈说的没错 我看还是先把通道封起来 我们想办法先出去 做好完全准备 再进这乌龙殿 不是更好吗 何必在乎这一时呢 哼 你们自然能全身而退了 但是我们胡家这次损失惨重 这么就出去了 我没办法和家里人交代 这乌龙殿 明天必须进 胡俊杰 说的不是假话 也许进不进这乌龙殿 对于我们来说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实在必行 他这么说话 也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有打退堂鼓的想法 那不现实 同时也是在怪罪我们 不能很好地去理解一下 他的处境 他把我们当成了逃兵 再同时也是警告我们 谁也被想溜走 谁要是临阵退缩 后果自负 胡俊杰的话 说得很严肃 从语气里都能感受到 胡俊杰那种 类似枸杞跳墙的火药味 甚至也可以说是 决绝的杀气 我明白 这件事 想躲是躲不过去的 这铁瓦乌龙殿 是进也要进 不进也要进 趁着天还没亮 我和虎子 回了我们二层楼 啥也不想了 到头就睡 似乎周围发生的一切 都和我们无关一样 对 没错 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 一切事情都和我无关 我只是个旁观者 这么一想 倒是轻松了下来 很快就睡着了 天刚亮 我就被龙四海喊了起来 我和虎子 起来之后 虎子把身体 从窗户探了出去 对下面喊 这一大早的 你叫我啥呀 你哭丧的你 能不能让人睡觉 龙四海 在下面喊 准备准备 今天天气不错 虎子不耐烦的说 知道了 吃完饭就过去 二脚开始 煮蔬菜汤 一边煮一边叮嘱我们 千万不要逞能 一看不好 不要想着救人 自己跑出来 是最关键的 虎子说 二宝 你不进去啊 二姐儿说 我是不会进去的 进去再多的人也没用 希望你们能活着出来吧 白希小声说 二大爷 您的意思是 大家都会死吗 二姐儿没有说话 而是起身到了墙边 对着乌龙殿的方向 跪拜起来 拜了三拜之后 他起来说 我说会死 你们久能不去吗 我还不如不说得好 反正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不能让爷爷自己去冒险 老虎不会因为来的兔子多就会退缩的 这明显就是在提醒我们 危险不会因为去的人多而发生改变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二姐儿在一旁 喂那三只黄皮子吃肉 三只黄皮子已经被他训练好了 现在不拴着也不跑了 看来这东西是和狗一样能喂熟的 而且我发现这东西的智商似乎比狗还要狗 现在就像是三个孩子一样 围着二姐儿跳来跳去 他们可不是只想着吃那么简单 很明显 他们和二姐儿在一起 感觉到安全和快乐 我们到了前面大厅的时候 胡俊杰等人已经整装待发 胡俊杰看到我的手 过来拍拍我的筋膀说 就等你们了 是不是怕了 看他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前辈在关爱晚辈一样 就像是他高人一等 难道他这么快就忘了 是怎么跪在地上求我救他的吗 他这么一问 我还能怎么样 只能一笑说 怕能不去吗 说心里话 要是可以的话 我真想把他按在地上揍他一顿 但是很明显 我和虎子两个加上一起也不是他对手 就说他翻身爬上那巨大棺果的身手 我就知道他是个很出色的练甲子 平常三五个人想进他身 那是不可能的 第六十五集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想混下去 只是有钱还不够 还要有一些防身的本事才行 不然就会和大清朝一样 你有钱只会成为被人抢劫的理由 大清怎么亡的 就是钱太多而身板太弱 所以这个哑巴亏只能吃了 我和虎子到了一旁 虎子哼一声说 我怎么就看不惯胡俊杰牛哄哄的德行呢 别说了 他牛让他牛好了 我们熊一下就是了 熊一下死不了人呢 我要是打得过他 我早就揍他了 我示意他别说了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天空大声说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起风了 龙哥 这乌龙殿的雾气 很快就能吹出来了吧 陆地龙笑着走了出来 看着棒吹山的方向说 这要是起风了 这雾就藏不住了 走吧 准备准备 我们进去 我和虎子没有带食物 我发现胡俊杰和陆地龙都背了很多食物 一边走 我凑到了陆地龙身边说 龙哥 你带这么多食物干啥 陆地龙说道 有备无患 守住洞口就好了 我们随时都能撤出来 再说了 这里面本来就是宫殿 不是墓室 不会有什么机关的吧 你也看出来了 是棒锤山上有滑坡 把这乌龙殿给掩埋了 龙死海这个时候 看着我一笑 带着食物 有备无患 万一这栋塌了 我们只要有食物 就能钻出来 我一想 也有些道理 不过这通道就在这里摆着呢 这通道固若金汤 怎么可能会塌吗 他们愿意带食物 就带好了 反正我和虎子没这个打算 但是当我们到了通道口的时候 我看到二姐从后面小跑着过来 他带了一个布袋子 打开 给我和虎子看看 这里面装得满满当当 全是食物 二姐说 吃的都不带 你们这是要绝食吗 二大爷 这进去很快就出来了 让你们带上就带上 要是进去就能出来 那么多进去的人也不至于都没出来 带上吃的 起码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二爸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他说道 我还真的难以想象 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条枪 什么东西能阻挡我们的步伐 鲁蒂龙说 小心为妙 这黑龙骨斜得很 胡俊杰这时候 已经开始指挥人 抬着发电机往里走了 两个人抬着发电机进去之后 他转过身来 看着我们这边说 龙哥 这趟路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青龙会了 我本来以为 龙哥会派龙四海去趟路的 想不到 他看向龙文文 他说 龙文文 点点头 一弯腰就钻进了通道里 走了几步之后 他超过前面 抬着发电机的人喊了句 大家跟我来 留下两个人 负责看守通道口 胡俊杰下了死命令 死也要死在通道口 里面的人不出来 外面的人不许离开 负伤的人 在住地内看堆 队一跟队一起进了神殿 胡俊杰的人 最先跟着龙文文进去了 最后就是我和胡子 然后是龙四海和龙哥 最后是胡俊杰 这通道53米 平常走路也就是两分钟 我们打着手电筒 走得慢一些 也就是走了三五分钟吧 到了出口的时候 前面一片七开 手电筒照进去 隐隐约约能看到 前面有巨大的柱子 胡俊杰最后一个出来的 站在的通道口内大声说 启动发电机 把灯接上 发电机顺利启动 这灯也就亮了起来 顿时照亮周围 我首先看到的是 一根黑铁柱子 这柱子直径就有一米 沿着柱子往上看 有十米高 在柱子顶端 和柱子连在一起的 是黑色的房梁 虎子一步步到了柱子前面 用手摸摸这柱子说 哎 你们说这是空心的 还是死心的 白爷爷抬头 看着这巨大的屋顶说 这锡锅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铁啊 这铁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虎子说 我倒是听我二八说过一句 说这邦锤山后面 有一座山叫大平顶 那座山的顶部是平的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据说是很久之前 从天外飞来一座山 直接就砸断了 大平顶的山峰 然后一起落在 旁边的山谷中 而飞来的那座山峰 就叫做铁峰 哎 你们说会不是陨石啊 白爷爷 点了点头说 嗯 这就对了 这些分明就是陨铁 密度很高 韧性很足 乌黑子 永不生锈 这大柱子上雕刻着一条巨龙 盘在柱子上 头从柱子上伸出来 注视着下面 这龙铸造得非常逼真 栩栩如生 随时都要离开柱子爬出来一样 那锋利的爪子被灯光一晃 发着金属特有的光芒 看着让人不禁心头一寒 灯泡一个个亮了起来 这里的情况也基本上看清楚了 这是一座大殿 也是这铁瓦乌龙殿的门面 不过 这里绝对不是正殿 也没有正殿是盖在最前面的 这周围摆放着一些个铜炉 这些铜炉都有两米高 至今里面还保留着香灰呢 除了铜炉 还有一些石台 这些石台摆在这大殿各个位置 摆放得很均匀 石台的头部是一个镂空的铁柱笼子 里面有台灯 很明显那些是灯具 此时看着里面已经是油锦灯窟 不过这些石台造型别致 很有骨韵 虎子说 这样都能搬出去 可就值老鼻子钱了吧 别就认钱啊 这些都是文物 虎子难难道 老陈同志要不是文物还值钱吗 这东西外面的石匠也会做 关键那不是文物啊 胡俊杰这时候摸摸铜炉 又摸摸石台 他说 这些东西好是好 但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没有条件运走 这里应该是当官的上朝前点名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里走 一定有宝贝的 我看了看屋顶 这屋顶是真正的铁瓦钢梁 它是不可能的 另外 这里的空气是流通的 我实在难以想象 进来这里的人 怎么会出不去呢 胡俊杰让人把发电机抬起来 这发电机就这么发动着 前面有人挑着灯前行 过了这前面大电之后 前面就是个通道啊 这通道有五米宽 两旁有窗户 窗户框都是铁的 结结实实和旁边墙壁结合在一起 正是因为这样 才挡住外面的土石 土石只是把窗户上的油纸给撑破了 并没有伤到窗框 昨夜 这通道还是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通道右边应该是个广场 左边很可能是个花园 现在被土石给填满了 什么也看不出来 只能脑补 我们往前走了有几十步 龙稳稳停了下来 那个抬着发电机的兄弟 突然大声说 有鬼 隐隐约约 在这通道里站着两个人 一坐一忧 就像是京城饭店前面的迎宾一样 龙稳稳只是一个停顿 随后伸手就抽出了一根七寸钉握在手里 他小心翼翼打着手电筒往前走 走了十几步之后 应该是看清了面前的东西 他松了口气 笑着说 指人 胡俊杰大声说 指人 这神殿里面怎么可能有指人呢 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虎子骂骂咧咧咧 他娘的 这生孩子不叫生孩子怪吓人哪 大家继续前行 走得比较谨慎 越是往前 越是能看清 前面的确是两个指人 一男一女 男的一身红 女的一身绿 画得浓眉大眼 看起来非常古怪 胡俊杰说 那些抬着轿子的指人 应该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吧 要是从这里出去的 那么就应该还有通道 只要顺着风来的方向就能找到 胡子此时却说了去 哎 你们想过没有 指人是怎么走出去的呢 指人是怎么抬轿子的呢 我们看到的可不是指人那么简单 而是活生生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勾当 胡俊杰大大咧咧的说 管他千变万话 我们有一定之规 邪不胜正 没什么好怕的 我先说胡俊杰啊 你不吹牛能死吗 什么叫邪不胜正啊 你都死了多少个兄弟了 你心里没点避数 龙文文继续带着我们前行 再往前走 又看到两个指人 这些指人隔一段路就有两个 而且相隔距离越来越短 走到后来 几乎隔着三米 就有这么一对红男绿女 龙文文在前面停了下来 他变得紧张起来 又把七寸钉拿了出来 死死地抓在手里 我们几个走上去 看到前面的一幕 吓得我往后推了两步 这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大厅 在这里摆着大量的兵马直涌 就像是那刚挖出来没多少年的 秦始皇兵马涌一样 浩浩荡荡 虽然都是只做的 但是这些指人指马做得非常精湛 这么说吧 要是一个人穿上铠甲站在里面 不仔细看 还真的难找出来 这些兵马指人 密密麻麻站在前面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似乎是在告诉我们 此路不通 胡俊杰看到这情景 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 骂了个八字 惹怒了老子 一把火烧了你这乌龙殿 龙闻闻 小声说 四叔 前面有危险 如地龙说道 有什么 我确定 反正我感觉到了危险 可能不适合再往前走了 我建议大家退回去 从长急 进都进来了 只有前进没有胡推 我倒是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打头阵 你们跟着我 说完 胡俊杰大大咧咧上前 直接就走进这些指人的中间去了 胡俊杰连续推倒十几个指人 他应该是觉得这样做 能彰显他英雄气概吧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慌乱了 你推倒几个指人到底算啥本事 难道这样做 我就会觉得你很威风了吗 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胡俊杰连续推倒一片指人指马 表现得对这些指人指马不屑一辜 而且这时候 他竟然讥笑起龙闻闻来 他转过身笑着说 你不是说有危险的吗 这危险在哪里了 无非就是一些 盈盈狗狗之辈的小把戏罢了 接着他朝着周围大喊起来 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 吓唬不住你们侯爷的 他表现得非常张狂 但是我明白 他是在借用这样的方式 来掩盖自己的懦弱 胡俊杰现在很是恐惧 他心虚了 我漫娃有一点 是 勸他 我漫娃�io的 偶尽